這次最重要的共識就是要建立那個500億美元要給烏克蘭 那它是一個長期的有擔保的還債計畫 那個擔保就是俄羅斯在比利時那個資產 2800億歐元 那它因為它一年大概可以支息 大概產生1%到2%的利益 那就有將近30到40億 所以你去回貪大概12年可以緩清 我認為這個協議只要特朗普當選就被推翻了 因為俄羅斯一定會強烈抗議 你想也知道 那我認為俄羅斯不知道會做什麼動作沒人知道 你憑什麼凍結我的知息 然後送給烏克蘭 這是違反國際法 那所以G7國家跟烏克蘭簽的 所以它加了一個字 叫臨時協議 他不敢說協議 他說這個500億美元 給烏克蘭叫臨時協議 那就是空中樓閣 我認為拜登只要下台 搞不好就結束了 而且我坦白說 烏克蘭搞不好撐不到今年 所以你這個協議有什麼用 所以我覺得這次根本是沒有任何的實質共識 因為這一點是主要的共識 可是你必須要動用到比利時的歐洲清算銀行 這個是違法的 這個俄羅斯一定會強力跟歐洲國家鬥爭 因為葉倫過去在這件事情上面 也反對 一直告訴大家 這是違法的 結果我昨天寫了一篇文章 登在兩位時報 對 結果他現在必須要改口 所以你就知道他已經完全政客化了 那這個只要特朗普上台 一定重新跟俄羅斯談嘛 所以我認為這個協議 撐不過今年啦 不過歐盟的決議是說 現在請中國立刻提出方案 不然7月5號實施嘛 他的說法是這樣 那中國我認為可能會針對 德國的豪車加稅 然後搞不好法國的白蘭地稅又重新來 那當然更大的籌碼是空巴燒買 這個是賴老師的會見 那這個就是很大的籌碼 那他要不要動用到這個層次 歐洲很多企業都出來反對 因為你要知道歐盟 不限於德法 因為歐盟佛特萊恩是有一定的行政裁量權 所以他就拋出這一個 這坦白講就是他幹的 對美國有交代嘛 表示我跟進 那請美國這個歐洲的親美派 幫我動員一下 因為我即將要選舉 因為基本上那歐洲議會要拿到361票 所以他也在選舉啦 我講白了啦 因為歐洲還是有相當的親美派 那他是歐洲人民黨當過副主席 所以湊一湊他就在當選邊緣 逢得來 我們以為中間派有將近400票 他應該很穩就不是啊 沒有沒有因為會跑票 因為是不計名投票 那如果蕭茲啦馬克龍啊 他們都非常討厭他嘛 如果私下運作 你還是會掛掉 所以他也在努力選舉 所以他不是中歐貿易戰 他比較是馮德萊恩的保衛戰 對 對 所以這個是做給美國看 可是一定得做歐洲的企業嘛 那就變成歐洲的企業 坦白說啦這個真的落實開來是17%到38% 那德國一定是17%嘛 對啊 對不對一定是這樣 可是你還是會得罪中國 Yahu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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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uuuu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